2020年7月11日 7月11日圣本堵纪念弥撒堵经分享 耶稣说 徒弟能如他的师父一样 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 也就够了 玛窦福音10章25节 分享 耶稣清楚知道这世界已被魔鬼污染到成为黑暗势力当道的景况 因此他提醒门徒要准备去面对他们的逼迫 因为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邪恶势力当然希望消灭正义 有真相的自由 有甘心为义而受苦的自由 有完全信靠天主的自由 有承认主耶稣和天父的自由 耶稣也警告门徒 黑暗之子 冤枉耶稣是魔王贝尔则部 随意用谎言去抹黑他 门徒的命运也不会好过 也必然会被屈辱和陷害 耶稣的门徒所受的苦和困难 绝不会超过基督所遭遇的苦难 但耶稣保证他已给予我们足够的力量和权柄去做传福音的事业 且他在暗中给我们说的 就是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 耶稣在我们心中说话 在我们向他祈祷时 他的圣神向我们启示 当信徒在耶稣内团聚时 耶稣就在团体当中 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同心和异地以信的去作证天父的异德和爱德 玛窦福音十章二十四至三十三节 圣勇第九十三篇称颂上主为王 极具尊威 天主洁尽了伊撒伊亚先知 于是他回应天主的恩典和召教 接受天主的派遣 宣扬天主的正道 不惧怕任何艰难和苦难 伊撒伊亚先知书六章一至八节 天父 你使圣本堵成为杰出的导师 为我们树立了祈祷和工作的榜样 求你帮助我们听从他的教导 热成帝释奉你 遵循你的诫命 爱你在万有之上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尔门 罗毕尘 罗毕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